大家好 我是孫韻喜 歡迎大家收看孫子事發 先說港股的大體情況 今天港股走勢一般 低開後反覆向下 曾經跌超過500點 最後收市跌幅收窄 跌427點 收30056 遣守3萬點邊 中間穿過一下 現在回收 遣守3萬點 成交增加了 最近只剩下800多億 但今天上升1000億 去到1098億 接近1100億的水平 今天市跌全面 藍手股基本上全部跌 其中跌得比較多 包括匯豐 以至騰訊也跌得比較多 令市今日跌了400多點 整個市場 為何這麼淒涼 其實都和主要外圍的情況有關 外圍主要有兩個因素 大家覺得是令今天的市場向下 這兩個因素令市場向下 這兩個因素會繼續令市場跌下去 讓我和大家說一下 第一個因素是意大利 意大利的政局不穩 原因就是 3月前已經選了 選了之後 就組國 兩個比較 擁有多議席的黨 一個五星運動 一個北方聯盟 組國 做了幾個月 終於做得成了 但是 將名單提上給總統 理論上 通常都說過了 但是 今次 提上名單之後 總統 竟然否決 原因是 裡面的成員 總統覺得是移歐 移歐的分子 移歐分子 換言之 加入內閣 可能對歐元 即是 意大利在歐盟裡面的角色 或者歐元區裡面的角色 可能會受到影響 所以總統否決 否決就好 導致出現了近排 意大利方面的政局 以至金融市場 以至債券 的一番震盪 其實呢 意大利股市都跌了好幾天 前天已經跌了2%又多了 昨天再跌了 走勢是弱的 終於受到銀行股的拖累 銀行股的原因是 因為意大利的債券 的息子 就抽得比較高 不斷扯上去 譬如用兩年期來說 比較多人說 就是 之前年頭還是負息 現在去到兩年多息了 短短 很短日子 其實升了 只是過去一個星期升 噴噴噴衝上去 升兩年多水平 都比較高 雖然跟當年 2011年的歐債券 的時候 還有些距離 至於 十年期都去到三里的水平 這個跟他 2011年的歐債券 都是一個大差距 但是 即使是這樣 大家都非常擔心這件事 令到歐洲股市又跌了 以至環球股市 比如昨晚美股 對欣著這個情況 三百多點 為何大家這麼害怕 就是剛才提到 這兩個政黨組成聯盟 就是五星運動 以及北方聯盟 大家最害怕的是什麼 就是這兩個政黨 其實都在說一件事 就是什麼呢 加上做這兩件事 有一個前提就是 他就不遵守 對於歐盟的財政紀律的條約 政府赤字不能夠超出 GDP幾百分之 這個規定 他就希望不遵守 這就是大件事 因為整個歐盟 歐元區的基石 就是來自這裏 如果大家都不遵守 這個 對歐盟來說 對歐元區來說 是非常大件事 當然 實際上 很多國家都遵守不了 但是 大家做還做 但是正式要求 或者要求你 講到不做 其實就是沒有的 大家雖然做不到 但是 口頭上都會遵守這個條約 但是現在 這個五星運動 就提到 要求更改這方面的規定 換言之 財政的紀律可以不遵守 可以 剛才說過 增加政府開支 增加成 去推高經濟 這個對歐元區 是一個很大的隱憂 事實上 上一次歐元區發生問題 就是歐債機 都得以解決 就是 大家其實 都遵守這個協議 就是這個紀律 這個百分比 以至 歐央行 可以因而 入市 幫忙 頂住 當年 德拉吉說一句 Whatever it takes 就是不惜一切 捍衛歐元 建基於大家都遵守這個財政紀律 歐元區 歐央行 就幫忙 譬如買債券 等等 令整個歐債機 慢慢慢慢減退 但是現在五星運動這樣說 就令大家 有點擔憂 所以 為什麼外圍股市 金融市場 這幾天 動蕩都不重要呢 關鍵就是這個 因為這個基石 歐元的基石 如果受到動搖 就大件事 當然 大家很擔心 會不會立即是 環球金融市場跌 港股也跌 是不是一直跌下去呢 其實 總的來說 短線 暫時可能 這段的最大衝擊 可能已經出現了 原因是 即使 這兩個政黨這樣說 但是 最後是否會這樣做呢 現在市場人士 都會觀望 雖然 這樣會令市場有 不明朗氣氛 不明朗氣氛 都前了一輪 除非事件 再進一步惡化 否則 衝擊 再對全球金融市場 進一步衝擊的可能性 暫時 就 應該未必太大 關鍵是 他這樣要求 之前 組織政府之前 有這樣的說法 有這樣的要求 到他真的組織政府之後 他是不是真的這樣做呢 這個才是關鍵 當然 做之前是不明朗氣氛 但是 如果 到他真的落實了 沒有提這個協議 像剛才所說的 到組織政府之後 沒有再 貫徹落實的時候 可能對這個影響 就可能小一點 所以 接下來這段時間 大家會 有點害怕 但是未至於 就 哇 就是 瘋狂拋售 走不及 就未至於到這麼危險的地步 會有壓力 但是未至於 是很龐大 就是 大家鬥走的壓力 這就是 意大利的情況 另一個 就是 大家今天比較關心的是什麼 就是 美國 和中國 貿易的談判問題 本來 之前 都談得好地地 達成共識 劉鶴和武蔭 談完之後 早前 已經達成共識 一個最重要的共識 雙方都有提到的 就是不打貿易戰 但是 昨晚 特朗普 那邊 又來反口複蝕 中方說 出議反議 原因就是 突然說 要六月中 提出一個 徵收25%關稅的清單 涉及 500億的貨品 然後 六月底 限制中方的投資 一連串的說法 就同意 之前劉鶴和武蔭 說的聲明 就明顯有抵觸 一出大家也說